《歌詞》 今年第二首歌 在歌詞方面是比較難的 我自己本身出之前會質疑 大家會否感受到她想說的訊息 因為出之前花姐已經不停質疑我了 她說出一首那麼難的歌的時候 會否有人真的明白 我都問過自己的問題很多次 之前小黑不是說 我有三天沒有回覆她的歌詞 她寫在歌詞上 就是因為她在三天不斷地問自己 這個問題是否這首歌 是否這個歌詞 我擔心的一開始 看到這些字 我跟花姐說 用不用到的 沒有歌用過 但後來我都被小黑說服 她說這個 都是廣東歌的一大突破 我平時會避開你的字 不說的 但她們覺得 都是對我有好沒有壞 還有你就這樣看下去 那些詞跟我唱出來 那感覺是真的不同的 我唱出來沒有我看下去 那麼突破 最大突破是可以用一個深度的歌 繼續去做我自己想做的 就是繼續去表演我想表演的音樂 但你那些歌都心中的 因為我之前都懷疑自己 是否應該感心的 但是經歷了這次這首歌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你便繼續 即是大家 原來真的會為了這首歌去查字典 會了解背後為何你做這首歌的 即是你廣東歌的有趣 就是你錢又可以提出訊息 心亦都可以提出訊息 最重要是否能提出你想提出訊息 本身這首歌的歌詞 講母子的關係 是用在抗人日記上的 那為什麼當時我沒有選擇 抗人日記是那個方向呢 因為都沉重的 還有都挺重的 那我覺得還不是時候 新的一年 新的音樂 應該要讓大家看到一個新風格的阿J 不少說不如不要用太沉重的歌詞 他扭了一個方法 用一個狂人的一生 說了他的故事 去到第二首這次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去寫毛子的關係 因為當你狂人的一生 你經歷完之後 其實你破壞了身邊所有的關係 甚至你是和媽媽 和你的伴侶 那我覺得寧極限這件事 又挺適合用 是一個狂人 完了狂人之後的一個故事 那我就很膽粗粗的 跟小客說 可不可以用寧極限的頭兩色 對不起 請原諒我 因為你做了一些很後悔的 好錯的事之後 對家人 然後我覺得 我的選擇是 會跟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其實我的主意是 希望大家 去勇敢一點 踏出第一步 跟身邊的人說一聲對不起 你曾經傷害過他的人 那我也知道 其實說一聲對不起 未必是可以化解到整件事 有很多人發生了很多事 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解決 我希望把這個課題 令人開始想 他自己和家人的關係 應該怎樣可以繼續下去 其實我的歌曲都是沿著這個方向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會有些啟發 有些得著 是很開心的 大家都有很多看法 是經歷完看完MV 聽完歌之後 他會想對家人的一些轉變 今次他的畫面 都是很捉住了我的情緒 MV裡面所說的一些關係 我自己現實生活是沒有試過的 就是離家出酒 吃煙 我沒有試過的 因為我都算是一個 在幸福家庭長大的一個人 我記得我最後哭了一幕 我是想起媽媽以前和自己 經歷了很多畫面 開心的畫面 突然之間有一天 如果不認得自己 不用想太多事情 即使背景是不同 中間的過程都不同 但已經很容易待遇 所以這首歌 對我來說是有啟發 不可以太過慈善 去選擇愛你身邊的人 近年因為工作太 我不會將一些工作壓力 去告訴家人 有時候當他們多問幾句 我就會發脾氣 又或者語氣不好 這些我覺得是要改進的 其實我個人比較平和 又沒有 甚至跟媽媽一樣 最多都是一天不說話 一兩天不說話 然後你很快就 不要生氣 然後她就不生氣 語氣不好 語氣不好 我經常問一會 你不要煩著我 這樣 但她有時候會很生氣 她就不理會我 通常我過一天 我們外出吃東西 她就說很好 而且我是一個貪玩的人 我不排除自己玩任何東西的可能性 狂人之後 狂一點 有多好玩 演這次的沙子戲 要反叛 感醒一點 有多好玩 所以有很多突破 就慢慢一步一步地試 不會那麼容易被外奸定型了自己 因為 例如初出道Jer 她是不說話的 那你永遠訪問 就聽不到我說話 現在就 慢慢都是做一個最真的自己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是過度 又或者訪問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